各位 今天是8月19日 星期五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讚好、分享和訂閱 記得訂閱是免費的 我想講一些我去黃石公園漏了的比較重要的訊息 首先就是黃石公園內幾乎90%的地方是沒有WiFi的 所以你很難跟外面聯絡 還有最主要就是你如果靠GPS去的景點是沒有辦法有訊號的 所以無論你有沒有Data也好 根本上是收不到的 所以當你自駕由自己去黃石公園的時候 不是坐旅遊巴士的時候 一定要有其中一個人懂得看地圖 還有有東南西北方向感 如果不是很容易很容易失路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不想開這麼遠的長途車 乘飛機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可以在你住的城市 坐飛機去到懷俄明州 黃石公園附近的城市 下機 然後再租車自己開入貨 就行了 這兩點 之後就在這個旅程中 我由出門到回家就是九天 其中有七天都是試駕遊 第一天又是開車 但最後那天也是開車 總之那九天呢 我就在外面大概吃了四餐至五餐 即是在餐廳吃飯 即是在餐廳吃飯 其餐廳 其餐廳 九三二十七 即是我還有二十一餐 那怎麼辦 就是全靠的是 泡麵 餅乾 還有零食 這樣過日子的了 那我想著 其中有兩天呢 我查過 我走了一萬幾步 即是一萬一千幾步 我想其餐廳 如果六七天 我每天都走了五六千步 那又吃了這些東西 我打算回家 這次一定正 減肥成功 回家馬上請請 原來我吃了些垃圾食物 我只是省得 不是省得 我只是輕得 搬磅 真是大失所望 所以如果你們想著 去黃石公園又不吃 又會走路 想著減榜 那你們要積極點 走快點 或者跑步 這樣你們才可以減到榜 那這個就是 我去完黃石公園的總結 那回到來 如果我想繼續 再做YouTuber 那難道我經常去旅行 那不行 因為我自己 在美國 自己成立了一間 貿易公司 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所以我需要照顧自己的生意 所以這樣想著 我可能呢 一個星期出五條片 星期六星期日就不出片 那平時我星期六星期日做什麼 其實在美國生活 星期六星期日是很多事情做的 那有些人呢 就要倒屋 因為一至五都要上班 那我們有請 就是part time 來執屋 那就不需要執屋 但是呢 我要在我那個back yard 那裏剪草 我們前門有HOA剪草 但是 就是屋內 它們是不包的 所以自己剪草 那就 那隻狗呢 是chow chow 好鬼多毛的 所以呢 那人不喜歡和她洗澡呢 它就 洗澡 他需要 用一個時間和她洗澡 但她洗乾的那裏要兩個小時 所以整個下午就沒有了 這樣 那樣 啊 每幾個禮拜呢 就 可能 要陪太太去唐人佛拜送了 我们下期再见